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 顶礼文殊智慧勇士 顶礼传承大恩上师 无上甚深微妙法 百千万劫难遭遇 我今见闻得受持 愿解如来真实义 为度化一切众生 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 我们现在讲《显观众论论》实际上讲《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里面前面讲第一个 《正等加行》当中的第一个讲《加行相》 《加行相》里面 总而言之讲173相 机制的27相 道制的36相 然后便制的110相 这几个相昨天可能我上一节课确实讲得不是很清楚 本来像我今天不再讲下去把前面的道理跟大家讲 但后来好像这样时间拖得比较长了 我希望你们这里尤其是学《显观众论》的法师 辅寺 辅寺院这些下来之后一定要从讲义上好好地看一下 这是我们平时在闻思过程当中非常有必要的有一些道理 包括佛的功德前面讲的是比如说 实力 实无畏 实无碍戒等等这些功德在我们后学者来讲 是一定要知道的一些道理 因此你们讲《显观众论》的这些辅导员和法师 在某些重要的问题上一定要不要因为我们有读 马上毕竟一个人在讲颂词的时候他细致的有些问题方面也会有光有略 因此希望你们前面的这些道理一定要搞明白 其实从讲义上看来应该很简单的 我们也翻译了孟弗仁波切的讲义和吾巴佛佛的讲义 这两个上面希望大家对照一下 其实学《显观众论》最重要的一些 它的最根本的问题掌握不管是学《显观众论》 我们学居士也是这样的学中观也是这样的 你在词句上当然也是要过一个是颂词上 一个是在他的字面的解释上 还要做一些有些大的问题解答这样讲买的 但最根本的比如说第一品当中讲什么 第二品当中讲什么 第一品当中讲的最主要的就是那几个谣点 从谣点上下说作为一个真正的闻思修行的人来讲 是非常的重要 所以你平时受一只观者的时候 《显观众论》里面的第一品当中 最根本的这几个问题我是应该这样理解的 这样闻思修行的方法很重要 否则重点也不知道一般全是泛泛的 这样了解是不合理的 今天我们讲的是正等加行当中 今天我们所讲的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讲的修加行之显观 我们这里本来正等加行 总共有十一种法 其中前面讲的是加行相已经讲完了 今天我们讲的是加行 因为加行相实际上它是所修的法 我们这个《显观众论》里面要修的话 修什么法呢 就是道指的相 机智的相 编指的相 总共一百七十三相 这是我们所修的法 以什么样的方式来修呢 我们在今天所讲的以加行的方式来修 就是以加行的方式来修 那么这个课判分为趋入实修的身份 谁的身份呢就是菩提迦勒 还有宣说修行加行的自行 然后广说它的差别的一些分支 三个方面来讲 首先是重的法器和别的法器分两个方面 意思就是说 修这样的现观众论的正等加行 修现观众论的修行人 比如说我们讲密法的话 密法的法器我们也强调 尤其是不供的大圆满和大皇王奖 那最起码获得过灌顶的人 修完加行的 尤其是今年很多修完加行的人才可以听 没有修加行的人他们都特别痛苦 有些人恨我没有什么恨的 这因为你自己没有修完加行的 我刚开始学会跟开始建立的时候也说了 我们学院这边比较听话 他们前年利用一年的时间当中 大家都修的加行很精进的 所以今年听课的话 除了极个别人以外基本上是都可以的 那外面的很多人刚开始不听我的话 我们藏地有一种叫做什么呢 不听老人的话孩子会后悔的 刚开始你不听的话那后来后悔也没有用的 所以我们讲密法的法器的时候 虽然其他个别上是有个别的一些传统 但是我们按照五个光尊哉和华智仁波切的传统 一定要修完加行 所以这次这也是一个传密法的一个法器的条件 相关庄严论的修行人他需要什么样的法器 修相关庄严论的人到底需要什么样的身份的人 是不是格子特别高的人或者有特别多金钱的人 还是有其他的一些条件呢 就是说我们这里讲到了 讲的第一个颂词当中说 西乘施主佛 佛说众善根 修加行的人他有种的法器和别的法器 就是闻思修行全部综合起来需要这样的法器 这个法器它需要具足因和缘 它的缘是什么呢 它的缘的差别或者缘的特点是什么呢 西乘施主佛也就是说它在昔日的时候 过去的时候一定会诚实过一切的很多很多的如来 所以说这个我们现在也是发现不了 你到底以前诚实过那个如来没有呢 我们现在发现不了 但实际上这是前辈的很多大德和诸讲义当中也是这样讲的 我们今天听受《显观传论》的这个法 就像《般若师诵》里面所讲的一样的 在往昔的时候一定会有诚实过如来 或者过去的佛诚实过 或者说现在的沃顿达斯释迦牟尼佛 像他在因地的时候或者他在国地的时候 我们也是当过不同身份的众生 在他面前做供养 做诚实 做各种各样的一些服务 这样的原因即生当中我们有这种愿 这个愿方面我们既然听到这个法 过去已经诚实过如来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因和愿当中的因的特点是什么 因的差别是什么呢 也就是说现观传论修波罗波罗蜜多的人 以前依靠佛陀这些特别殊胜的佛田 一定会播下过善根 在佛陀面前或者说听过一些佛法 或者在佛陀面前去供养过 或者在佛陀的智慧眼下面 当过哪怕是一个小小的虫类等等 凡是在他的佛田当中我们会种下过善根 所以我们今天在座的人确实是因缘很殊胜 很多人经常也是问 我现在学现观传论有没有因缘 你看看我的眼睛 你看看我的鼻子 其实看你的眼睛鼻子我们都看不出来 但是如果你没有前世的因缘 我们今天根本遇不到这个法 哪怕是他一个偈颂的听闻 有特别殊胜的因缘 就像是无国王尊哉在《法界宝宗论》里面说 我们以前一定会遇到过普贤如来佛陀的教法 因为即生当中遇到过这么殊胜的法 那么这种推理方法我们用在现观传论上面 也完全是可以的 我们以前诚实过佛陀 以前在如来的佛田当中 我们种下过三妙的种子 为什么呢 因为今生当中无情地遇到这样的波罗弥多的法门 这是第一个种的法器都已经具足了 所以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别法器 他这里别法器当中讲闻思修 三个方面的法器下面讲到 善知识色错 识闻识法器 清净佛闻大心 即行世界等 诸圣者须识识识识识等器 那么这个下面讲闻思修 波罗弥多就是听闻的法器 思维的法器 修行的法器 善知识色素 识闻识法器 第一个就是讲 因为我们即生当中以善知识色素 具有法相的善知识色素而且通过在善知识面前 听闻这个法这个是第一个闻法的法器 也就是说闻思修当中闻的法器 意思是什么说呢 如果我们没有大乘的善知识色素 就是像外道的一些上师或者一些小乘的上师 如果他们色素的话 我们就不可能听到甚深的无上般若法闻 就是不可能的 但是最根本的因缘是什么呢 就是即生当中确实也是有缘大乘的善知识色素 如果大乘善知识没有色素的话 可能我们也不会去闻这些法 这个很有关系的 如果成长在一些小乘的国家 或者成长在一些外道的国家 成长在一些根本不信仰佛教的国家 那根本没有一个善知识 也许可能我们遇到过世间的各种老师 但是这些老师他不会让你发菩提心 让你听般若空心不会这样说的 所以第一个最根本的因缘 善知识色素和听闻波罗弥多的法 那么这两者我们在座的人都有 确实也是许多大乘善知识也已经摄受了 而且不但是显宗的这些般若法门 甚至密法的更甚深的法要也已经听闻过 这样的话第一个 闻法的法器已经圆满 然后第二个就是讲思维的法器 那么般若的法门要思维的话 它也有一种法器和非法器 那法器是什么呢 它有两个条件 第一个条件就是说在过去的时候 在其他的世界当中或者这个世界当中 已经依止过佛陀亲自依止佛陀也好 或者是佛陀说但不能这样说吧 讲义里面没有说的话我想如果没有佛陀的话 可能佛陀代表佛陀的三知识一致可能不行 哦 我不加分别念意思是很多讲义 不知道其他讲义里面怎么讲的 应该是他这里说 思维的法器条件第一个是要一直过佛陀 第二个不但是一直过佛陀 而且就像以前的阿旦尊子 徐菩提他们那样 在佛陀面前清教过很多甚深的 波罗波罗蜜多的意义 这两者我们讲义里面 不巴佛佛的讲义里面前两者 前两者指的是依止佛陀和清教 在佛陀面前清教 这两个实际上是思维法器的意思 因为我们从词句上面再三地清教 再三地提问题 然后第三个是心戒 识戒等 实际上是修行的法器 也就是说 这一世也好 潜一世也好 当我依止这些善知识和依止这些佛陀的过程当中 先从布施度开始 持戒 安忍 精进 禅定 智慧 六波罗蜜多已经修持过 灯子里面 刚才持戒等 灯子里面包括其他的波罗蜜多 那这样的话 这个是后者 后波罗蜜多 后波罗蜜多不是波罗蜜多到 智慧波罗蜜多 这个实际上是修行的智慧 看为法器 也就是说 前面两句是文会 听闻的法器 然后中间的精进 佛闻大 这个是思维的法器 心识皆等 这个是修行的法器 这样的法器是谁说的呢 诸圣者许持 前辈的这些大德们 包括佛经当中也是这样承许的 而且把这个对应是什么呢 识受持等器 我们这个讲义里面已经讲了 刚才这个闻 听闻的法器 它是一种受持 受 它是去受的意思 刚才依止善知识和在佛陀面前进行什么呢 进行提闻 进行回答 这些是受持法词句的一种方法 这是听闻的法器 然后受持 它这里受和持分开的 那么持实际上是通过布施 通过持戒 一直到六波罗蜜多的方式获得甚深的意义 获得甚深的意义 不断地修行 铭记于心 这个是修行的法器 所以这个颂词当中 稍微可能调一下 这样之后比较好懂 意思就是说 在这里现观传论当中 修行现观传论是什么呢 具有闻思修行的法器的 才算是修行之 菩提加罗一定要相续 它是既堪为听闻的法器 又堪为思维的法器 又堪为修行的法器 归纳起来就是说 修现观传论是什么样的身份的人呢 一定要对闻思修行容易接受的人 曾经一直过善知识 一直过佛陀 而且修持波罗蜜多的人 以前你既然是一直过善知识和一直过佛陀 还要修波罗蜜多的话 那即生当中他会不会这样呢 一定会是 如果他不是这样 那不堪为闻思修行的法器 如果不是闻思修行的法器 那修现观传论的资格都没有 我们在座的人都应该是 可以说是修现观传论的 修波罗法门的人 那这样我们至少起码也是对闻思修行要感兴趣 如果对闻思修行一点都不感兴趣 你会不会平白无故地得到波罗法门的意义呢 不可能的 因此这个大家一定要掌握 为什么前辈大德对闻思修行那么重视啊 光有闻没有思维也不行 光有闻和思没有修行也是不行的 反过来说光有修行没有思维也是不行的 不会修的 而且修和思两者都有没有听闻的话不会修 他怎么会修听都没有听课怎么会是修呢 这两个都是就像以前我讲过的 《扎嘎山法》里面所讲的一样 一定要比如说牦牛吃草 牦牛吃草一方面吃完了以后 它在嘴里面嚼得喃喃的全部一边嚼 嚼完了以后再吞下去 再吞下去 这三个过程都是不可缺少的 你光是吃草没有嚼的话也不行的 牦牛也是全是只要把一口一口都咬了 含在嘴里面嚼肯定不行的 你一定要把它嚼得实实的 嚼完了以后你不吞就不行的 还是要吞下去 反过来说你看到草直接吞下去的话 那就肯定不行的先吃然后嚼 所以这个闻思修行我特别喜欢这种比喻 当时《扎嘎山法》里面的个别的课盘 就是我在加的那个小提摩是我加的 然后我说闻思修行兼用还是闻思修行怎么说的 当时我影响很深的 前一段在一个学校里面也是我想起来了讲了 后来想完课的时候有一个老师特别跟我说 我以前不知道闻思修行的中爱学 今天你用牦牛吃草的比喻 我很喜欢 我也以前看过牦牛 所以说这个是闻思修行 下面讲到宣说修行 实修的方法 自行分三个方面 首先第一个是从甚深智智慧的本体来讲禅定的 第二个是广大方便来讲善者的加行 第三个就是讲修行的界限 界限的加行分三个方面 首先是讲宣说甚深智慧的本体 那么我们加行 实际上这个是刚才讲了 就是七十亿当中讲加行正等加行 电话没有来 关机了 你这样关机了别人不高兴怎么办呢 你等一会儿要解释半天 因为我们在课堂上是不准接电话 好 下点不是我已经那个 下面讲到第一个课判 不诸色等果 遮笔加行果 这个很重要 我刚才讲了 我们讲相关重要论的时候 重点一定要抓住 这个很重要的 也就是说相关重要论刚才前面讲的 在加行相的时候有一百七十三相 那一百七十三相实际上是我们要达到的目标 从即止开始到佛陀的最后如来法之相 这个之间要修 要修的时候通过什么样的方式修呢 我们在这里面讲有二十种修行方法 这二十种修行方法全部都是智慧和方便的方式来修 所以比如说我们讲密法 讲密法的时候处处都会说本来清净和平等 本来清净和平等没有动的话 可能密法根本的要义都没办法动到的 然后一讲到大乘佛法的时候 一定会讲智慧和大悲 方便和智慧 如果这两个没有动到的话 那任何修行的闻思也好 修行也好 任何法的修行和闻思都很难抓很难懂得 所以我们讲相关专业来看起来有时候好像比较复杂 但实际上不复杂 讲中观的时候也是表面上看来它讲一个空性 但实际上这个空性跟大悲一直没有离开过 所以智慧和大悲在相关专业论也好 整个大乘佛法当中最根本的问题 这不仅是相关专业论当中 我觉得现在现实生活当中 其实智慧和悲心是我们人类深层的根本因缘 虽然有很多的理念 在现在的这个社会当中 有时每一个人要提倡一种精神和思想 但是归纳起来我都没有发现到 比智慧更重要的 比大悲更重要的 在我们世俗的现实当中也是这样的 那句子最深深的波罗波罗蜜多 也是智慧和悲心是多么重要 那下面讲到的这个 其实这个加星争的总共有二十种 总共二十种当中 前面讲深深智慧的本体就是讲两个加星 这两个加星是什么呢 我们以前学过华智仁波切的修行词题 《相关专业论》的女修词题 那个里面我希望你们方便的时候要翻开一下 那个里面讲到最重要的二十种加星 二十种加星里面有一个是不诸加星和不信加星 这两个所有的加星全部归纳到这里面 所以我们前面讲的一百七十三项也是 要修起来只有不诸加星和不信加星 以这两种方式来修 除此之外也没有什么可修的了 因此他这里讲的是不诸摄灯过 只比加星过 首先不诸摄灯实际上叫做不诸加星 什么意思呢 就是我们称呼外面的摄身香味等等 一切摄身香味也好 或者摄云 行云 香云 石云等 无云的这些法从祭道过来进行分析的时候 那根本得不到任何的法 也就是说摄灯外境的一切所有的这些法 它的本体都是远离四边巴西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东西 所以它本体空性方面讲不诸摄灯等等 这叫做不诸加星 第二个加星是什么呢 我们观察它的有正三个智慧的 即知 便知 道知的三个方面来进行观察的时候 实际上根本没有办法 因为对净度没办法存在的话 能观察它的这种三种智慧 也没办法对它有相地去怨它 有相地去执著它 没办法的 不怨的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不信加星 所以我们从有经角度来讲是不信加星 对净层面讲叫做不诸加星 那么以有经和有经或者能取所取 全部都以不存在的方式而接受 这就是真正的波罗蜜多 我们《波罗师僧》当中也是讲过 说是帝师天王当时问佛陀 菩萨真正要行持智慧波罗蜜多的时候 怎么样去亲亲作为菩萨肯定要兴奋 不能天天睡懒觉那怎么样亲 然后佛陀告诉他 云皆处都不愿 少许都是不亲的方式来亲的话 那这是菩萨最好的一种亲作 因为云等在本性当中是不可能存在的 然后我们的智慧怨不到它 无法亲作它已经懂得了这样的证悟 这就是真正的加星 所以我们经常讲 不诸加星和不经加星的加星修行方法 应该是最好的一种方法 因此前面讲的173相 实际上是以不诸加星和不信加星的方式来修持 那最后真正得到它的不愿的智慧 这就是我们的修行 因此我刚才讲了我们这个终点一定要知道 《相关庄理论》里面讲什么呢 你就要说《相关庄理论》前三品讲的善知 善知是什么呢 我们要所修的法 那这是怎么修呢 我们用不诸加星和不信加星的方式来修 这样的时候实际上修般若波罗蜜多 也确实是万法的本体都是空性的 那么以了知空性的方式来行持的话 特别适合禅宗的一些道理 这是两个加星已经讲完了 那么我们下面讲以广大方便的方式来 讲善知的分类 颂词当中这样讲的 就是说 彼正如胜骨 此当难测骨 此当无量骨 讲三个骨 骨骨骨骨骨 对吧 骨骨 骨骨骨骨 哎呀 那下面它是以三支结合的方式来修 那么三支分开的时候 我们前面讲的有一个叫做机智 我们刚刚上一节课讲的 机智实际上是有二十七相 在修正等加星的时候以不诸和不信的方式来 就开始修前面的二十七相 最后真正通达了一切万法的机一切万法的根本 实际上它这里比正如胜骨 它是非常甚深的缘故 所以这个叫做什么呢 机智甚深加星 也就是说我们以不诸加星和不信加星的方式来观察 就是它机智当中所讲到的二十七相一个一个地去观察 在生意当中都是像虚空一样的不愿意切相 然后在思数当中如梦如幻的方式来 然后对二十七个法意义的观想其实这是非常甚深的 因为任何一个法它的机 它的根本实际上与法界无二无别的 就是我们如果心的根本的话如来藏也好 阿难耶也好 它非常甚深的 因此叫做正如胜骨 第一个骨骨是胜的缘骨 所以叫做甚深加星 然后第二个或者我们用二十个加星的话 可能它这里用一二三四这样来讲的 第二个也是同样的 我们心的时候 修的时候以不诸加星和不信加星的方式来修行 修行什么呢 刚刚前面讲到在道相当中 也就是说道指当中 总共有三十六相 然后我们这样一一一地修持的时候 最后证悟凡是所有道所舍的一切法 非常难以测度的 菩萨相续当中我们前面的这些六波罗密度等 所有的这些道相确实也是非常难以测度的 我们凡夫人根本没办法以分别念来测读他的深深教义 这样的话他叫做什么呢 道指难测加星第二个也是同样的 我们在世俗当中以如梦如幻的方式来修持 而在生意当中以不愿的方式 如虚空般的方式来修持 第三个叫做次等无量骨 次等无量骨也是一样的 以不足和不行的方式来修持 前面讲的佛陀的这些法 三十七道品 总共有一百一十相 一百一十相一一的 也是在世俗当中如梦如幻 生意当中如虚空般这样修持 最后证悟是什么呢 所有这些佛的一百一十相 全都是没办法我们用凡夫的智慧来衡量 它是无量的缘故 所以最后我们也得出来的什么呢 编制无量加星 这几个实际上是我们前面讲的是修行的 一个是从智慧方面分两个 方便方面分三个 总共有五种加星 下面它是用界限来分的 这个是不同的地位有不同的加星 因为二十个加星当中 我们前面刚刚讲了五个加星 还有剩下二十个加星还有剩下十五个加星 你看我现在数学就不行了 下面应该是凡夫地有五个加星 下面应该是凡夫地有五个加星 有两个加星这样的话五个加上两个七个了 清净三地八地九地十地 八地九地十地有七个七二一十四 最后有一个叫做积极加星 积极加星从资粮道到十地某位之间的一种加星 最后一个叫做积极加星 这样的话总共有十五个 前面凡夫地有五个 一地到七地之间有两个 清净三地八地好像有五个吧 九地一个十地一个这样的话总共有十五个加星 好 我们下面尽量把这十五个加星讲完 然后就看下面还有一节课 这样的话今年算波罗蜜多高层端了 今天我们先讲宣说世修氛围 就是界限加星的差别 这个在颂词当中 我们先颂词当中说 君老九证过 守己不退转 处理极无间 净菩提守己 这里讲大概应该说是 前面凡夫的应该是五个吧 应该是五个 是这样的 就是他这里就要纠正过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前面所讲到的一百七十三项 实际上是以入定和触定的方式 以不诸加星和不信加星的方式来修 那修的话从我们一般的凡夫文 我从来没有听过显观撞论这样的法 然后就一直慢慢慢慢修 那这样修不是那么容易的 确实是在整个过程当中需要千辛万苦 需要慢慢地 岁月以后才可以显正 所以一般来讲大家都知道 三个阿僧七戒当中在资粮道之前 在凡夫道的时候需要一个阿僧七戒 不清净七弟的时候也一个阿僧七戒 清净三弟的时候一个阿僧七戒 应该时间是非常漫长的 因此这里叫做俱闹俱证 也就是说经过长期的辛苦 长久之后才能证悟的 因此这是资粮道 资粮道它这里没有分不管是小资粮道 中资粮道 大资粮道当中这种修的加行 这种加行叫做第一个 也就是说俱闹俱证之加行这是第一个 然后修计不退转 这里修计讲的是第二个 也就是说我们前面完全是以不诸加行和不信加行的方式来 也是得到资粮道的境界之后不断地修行 不断地修行的话最后到了加行道的第一个 乱围 到了乱围的时候实际上是获得了十方诸佛的一种授记 授记是什么呢 因为获得乱围的时候实际上是获得了一定的道相 尤其是一些利根者加行到乱围的时候得到不退转的授记 也是将来你常佛的地方有些利根者到乱围的时候也得授记 所以这个时候得授记的缘故称之为什么呢 叫做授记加行 它这里有个不退转那么不退转也是同样的 这个加行道的四个都在这里 也是用不住加行和不信加行的方式来修行 到定位的时候也实际上他的修行再不会退转 因为凡夫位当中很多善根不容易退转 一直到了顶峰 因此他一般不会退转的 其他有些修行人也很容易退转 今天在上师面前发誓我以后再也不退转 我一定会精进努力但是没有过两个月的时候 完全都已经退完了 包括我们高级讲考班很多人刚开始进来的时候 我发誓不会退至少也是一年一定会坚强 绝对不会 绝对不会说三次 结果不到三个月的时候都是绝对不在了 也有这样的我们凡夫人说实在自己有时候也是很难把握 很多人我学会永远也不会退转 最后过了一段时间以后有各种因缘 违缘这些心态已经变了 心态变的话身体就不会配合他的 所以最后也没有办法 我们凡夫人确实说不退转很难的 有时候自己都是没有控制的能力 遥控器在别的手里 这样我们自己不想退转结果已经退了 这种现象也有 但是到了夹行道的定位的时候不会退转 从菩提道当中不会退转 所以叫做不退转夹行 第三个 第四个叫做出离夹行 出离夹行也是通过到了人为的时候 也是我们前面讲的正等夹行的 不信夹行和不住夹行的方式来进行修持 最后从度觉 声闻和缘觉 以及世间所有的自私自利的心态当中 完全就已经处理了 从此之后再也不会堕落一些自私的心 甚至一些解脱者也不会堕入声闻缘觉的群体当中 更何况说我们世间自私自利的群体当中 就是这里面一定会是处理了 所以叫做处理夹行夹行 夹行道的最后一位就是圣法位 圣法位他这里讲无间 到了圣法位的时候通过正等夹行 不修夹行和不信夹行的方式来修行 最后所有的这些道政全部都是一一遣除 你获得第一的菩萨一点障碍都是没有 无间道 就是说没有任何间隔的 就像刚才我们得毕业证 已经到了经堂里的时候没有任何阻碍了 就没有什么说的了 在这个之前很有可能出现一些有个别人都是说 真的我会今天得吗真的会得吗是不是梦哦 我看看我现在到了经堂的门口 才能确定下来在这个之前不敢相信 这叫做无间加行 这是在加行道当中讲到了 所以刚才资粮道有一个加行道有四个 而总共有五个加行是凡夫地所舍的 然后经菩提心说 经菩提得到第一地菩萨见到的时候 那见到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修无漏的智慧 正等夹行的不修夹行和不信和不诸夹行 不像我们凡夫一样对所缘和由经有一定的执着 不会这样的到那个时候以无漏的智慧所舍持 在入定的时候非常自然地通达一切万法的本相 那这个已经得了一地菩萨的时候 成获得正等觉果位非常精 所以一般来讲我们前面讲 当菩萨的般若父母与果之 也就是说果般若波罗密度非常接近 所以叫做精菩提加行 在修道的过程当中 也就是说从二地菩萨到七地之间叫修道 那这样的不清净地当中也是已经获得了证悟空性的境界 因为第一地菩萨的时候已经得到了 第二地到七地之间更不用说了 虽然有一些烦恼障 但是实际上边际的烦恼障都没有了 你们还可以马上能表情上发现出了 所以我有时候说错了闻所过的人还不懂的 就好像是马上发现出了 哈 堪波说成这样的 居实了 哈 吓一条 然后我也从你们的表情当中发现出了 哇 说错了 从二地到七地之间应该虽然有一些烦恼障的部分 但是实际上读出大的都没有 以这种智慧来不住加行和不行加行的方式来修行圆满菩提 那么获得佛果是非常逊俗 佛经当中也讲了如果得地以后 如果想成就的话七日当中也会成就 《波罗经》当中经常有一些教证 所以得佛果非常的快速 到了那里以后那就非常的快速 所以叫做什么呢 数极加行 也就是说刚才的金菩提加行和数极加行 这两个从一地到七地之间有两个加行 下面讲到 这个自信无分别加在前面 下面的颂词我们读的时候 利他无证见不见法非法 舍等不思义 舍等诸清心 自信无分别 这个地方大句好贵 八地的时候到了八地的时候 我刚才前面讲了在清净三地八地九地十地有七个加行 其中到八地菩萨的时候要修持的有五个正当加行 五个正当加行是哪些呢 他这里讲利他第一个是利他 利他的话八地菩萨的利他实际上是无情的利他 不像我们现在一样我们现在利他的话很费劲的 我一定要利他 一定要利他 有些人一直口里面 一直说说说 但是不知道真正的利他什么时候出现 就很费劲 有些人前世的可能怨 即生当中的动力没有的话 心里想利他但是真正利他不要说是无量的众生 一两个度化连自己的父母和亲人 给他横向转法轮但是他们一直不接受 所以不让转 转不动 转不动 甚至他们让你逆转 不但不能随时方向转反而逆转 这样你也不愿意有时候也有这样 一般来讲八地菩萨的时候他所化众生也是 感化的因缘非常殊胜所以无情地转法轮 这叫做利他加行我们很愿意到了八地菩萨 什么因缘和方便都成熟 一切弘法利生的事业无情当中出现 那应该是很快乐的 不会很费劲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讲无增见 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他获得了无分别的智慧 通过这种智慧照见了一切万法 就像《心经》里面讲的无增无间不生不灭一样的 什么法 增啊 见啊 包括烦恼和智慧这些 没有任何增见 世间上的一切都是如入不动的 一切都是本来离习的得到这种境界 这个叫做什么呢 叫无增无间加行 第三个叫做不见法和非法 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因为他的所有分别念这些都是没有的 这样我们凡夫面前有取舍性的 比如说行十三 六波罗密道也有法的形象 舍 无间罪等等 非法的现象 但是在八地菩萨的智慧面前根本见不到 法和非法 善和不善 好和坏等等 这些所有的二缘对立都不缘 都不存在 所以这个叫做不见法和非法加行 第四个是什么呢 说这里是舍等不思义 对于舍受相性等无因的这些法 本来我们现在看来好像这每一个法 都有一些不可思议的法 比如说舍法 那舍法的它的本体 它的形象 它的作用 它的因 果 体等等这样来观察的时候 其实一个法都是不可思议的 但是在八地菩萨的智慧面前 根本见不到不可思议的了 就没有什么的 一方面是他空性的愿意 不愿也可以 一方面是不像我们凡夫所见到的一样 有一些不可思议 难以和量也不是这样的 因为到八地菩萨的时候 无情当中照见一切万法的实相 这样根本没有分别 不可思议等等这些现象 因此叫做不见不思议加行 不善不思议 最后一个是什么呢 舍等诸心相 自信无分别 我们现在对舍法等等 包括他的法相 他的本体 他的因缘这些方面都有一定的相状 有一定的自信 但是到了八地菩萨的时候 他的智慧就非常地超胜 完全照见一切万法 是平等性的 在这种智慧面前根本见不到 舍等他的形象 他的本性 全都是无有任何分别的 我们现在是有分别的 世间当中甚至八地以下的这些菩萨 没有粗大的分别 但是细微的分别应该有的 因为它具有烦恼障的原因 烦恼障对相对而言来讲 它是比较粗大的一种障碍 在这种障碍的趋势下 也有少分的一些分别 但是在八地菩萨的形象当中没有 所以他们修的时候 他们修这些加行 原来有一个学生说你们这些老师们应该很快乐的 你们这些人的待遇是很不错的 我们哪有跟学生相比 所以我们哪有跟凡夫相比 像八大菩萨 像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悲心 确实已经超越我们的分别 我们对舍法也好 对万法的执著 甚至我们有时候是很可怜的 自己都是很想好好地修行 但是在修的过程当中有时候确实没有动力 有时候确实也是在无聊当中 无意当中好像出现很多的障碍 没办法再前进下去 有时候凡夫人修行不好也很理解的 就是情有可怨每一个凡夫人都很想 除了几少数人以外很想好好地修行好好地闻思 但是真的在操作过程当中 每个人烦恼现前的时候并不是那么容易 但是八地菩萨完全不同的 所以他们修这些正等加行应该是比较成功的 不像我们个别人修正等加行也好 修五十万加行也好修着修着修着 然后磕大头就没办法磕头 我现在穿起穿得很厉害的 磕了十五个头的时候我好像心脏都要开始崩了 不知道 我也听不懂心脏是崩了 什么意思 心脏崩了 爆炸了的意思是吧 他们有人解释心脏爆炸的意思 崩就是爆炸的意思 那就磕了十五个就心脏爆炸了好可怕 所以修正等加行这样的下面讲 我刚才上了八地菩萨有五个加行 九地和十地分别有两个 还有最后有一个加行后面讲三个加行 因为今天是新的音量你们可以好好地睡觉 我们把二十个正等加行修完了以后 今天是2014年第一个晚上的梦 所以大家应该做好梦 下面讲能与珍宝果清净积皆积 就讲这三个 首先能与珍宝果能赐给珍宝的果位 这个意思意思就是说到了九地菩萨的时候 他的修正等加行通过不信加行和不住加行的方式 其实不信加行和不住加行 不管是凡夫也好 菩萨也好都要以这种方式来修 因为索取和能取都以空性的方式来修持 那这种修行是度不可缺少的你们方便的时候 最好看一看华智仁波切的修行女药 就是因为我们讲现观专论的时候怎么样修 它是主要的一种修行的窍诀 在整个藏地所有现观专论的注释当中 华智仁波切的这种修法非常有窍诀性的 所以你这两个互相对应一下 原来讲现观专论就是这样不是很枯燥的 以前有个别的一些论师他们讲现观专论是很枯燥的 不知道到底在说什么 一会儿修加行 一会儿修正等加行 就很难以解释 但是一看到这些上师们的窍诀的时候 确实他虽然很深 很难懂的 但实际上我们作为后学者也好 或者诸地的菩萨他也有他的行持的 不同根据都有 我们凡夫有凡夫正等加行的一种方法 菩萨有菩萨的自己的修法 你不能认为我是一地菩萨 不用修正等加行还是不对的 你还没有达到八地 十地的没有 所以你要修 因为我们作为凡夫人哪有修现观专论的 修现观专论就是你们这些大德门的事情 大德门经常我们原来有一个老乡 他经常想 你们这些出家人就经常可以讲 我们这些在家人哪有这样做的 你们这些出家人他经常说 你们这些出家人 实际上我们这些凡夫人没有修的 你们这些菩萨有修的也不是 正等加行是我们凡夫人也可以修的 他就地的时候他以正等加行和这种方式来修 最后他已经获得了九地菩萨的功德 十五外戒 而且他可以根据不同的众生应激说法 他可以 怎么讲啊 比如说我们讲的声闻当中的欲留果等四果 还有怨觉和菩萨这六种不同的菩提迦牢 的话不同的缘分给他们赐予佛法解脱的法门 也就是说给他们都有像珍宝一般的果位 他根据不同的众生可以赐予不同的法门 让他们各自都获得了自己的 像珍宝一般的特别殊胜珍贵的果位 这个是九地菩萨的加行 所以叫做能赐予正果加行 能珍宝果加行 然后第十地菩萨这里讲的是清净 到了第十地菩萨的时候也同样修正等加行 正等加行的不诸加行和不信加行的方式来修持 那修持修持到最后真的到十地菩萨的时候是什么样呢 前面的九地包括不清净七地和清净的八地和九地当中 所有的这些勾然全部都是最后得以清净 大家都知道十地末位的时候 实际上所有的烦恼障和所知障全部都会得以清净 十地应该说是在我们的修道过程当中 最清净的最高的一个场次 在这个时候不清净的这些现象 不清净的勾然全部都没有 因此称之为清净加行 到了十地末位马上通过金刚预定 获得了如来正等圆满觉的果位了 那个时候不用修加行 因此佛陀没有说是让他也是修个 波罗波罗蜜多的加行 密法的四加行 五加行 没有这么说有些人都是讲的 就是说密法的加行 佛陀也没有说是修加行 实际上我们不修加行也是可以的 我们是利根之恶 但可能这种话是不对的 修现观传论里面 实体菩萨都要修加行 加行不过是有一些是不信加行和不住加行的方式来修 有些是无加行的方式来修 好像修加行的名称不同 实际上就是要修行 所以这种修行我们不能认为佛陀在佛经当中 我们如果把佛经全部已经通达无碍 都可以说但是如果你没有这样 凭自己的一些分别念以懒惰为理由而说 可能会隐没一些传承上师们的窍诀 因为传承上师们怎么做我们也会这么做 任何一个世间成功的学校也是会这样的 他的传统为主下面最后一个 我们在这里讲的是戒记加行 也就是从凡夫的资粮道开始 一直到十地某位之间他的修行方法是什么呢 就是入定和出定以论法的方式来修加行 也就是说一会儿入定 一会儿出定 有时候有闭关 有时候出关 以这种方式来修 这是任何修行的方式都是这样的 有些说闭关 出关这些都是藏传佛教的说法 其实也不是这是佛经里面这样讲的 因此我们修任何一个法不管修显宗 修密宗 入定的时候所有的分别念断开 包括一些周围的各种违缘和各随散乱的因全部放开 出定的时候在入定当中所得到的这些境界 尽量地用在现实生活当中 这叫做出定 也叫做后德 佛陀在《入物分别陀罗尼经》当中也是讲了 他说 入定见诸法如虚空一样 而出定后德见犹如幻化 这句话非常重要的 我们在座的人也是应该 本来是在《现观传论》里面 所有的这些从资粮道的相到佛的相之间的 所有的一百七十三相修行的时候 也是在入定的时候如虚空一般 一切都不愿的方式来修正 出定的时候实际上全都是如梦如幻 如阳眼 如岁月 如露水等等 有各种幻化八语 幻化世语 幻化六语 以这种方式来修行这样修行的话 我们有时候把这一百七十三相各自地修行 有时候如果你的修行到了一定的时候 尤其是我们讲后面的刹那夹行 在这个时候一刹那间当中会圆满的 但是现在对我们来讲肯定是有一定的困难 所以我们在处定的 比如说我们讲四年处当中 四年处 十五年处等等 四年处我们现在一下子不可能 在四年处同一个时间当中没办法修 同一个时间当中不能修的话 先从十年处开始那在入定的时候 或者说胜意当中其实身体也是不愿的 就像虚公一样的因为身体当中我的身体 不管是从颜色 形状 本体也好 从哪方面观察 最后得不到的 跟虚公没有任何差别 但是在出定的时候身体是如幻化般的 确实也是有善恶的所依 有祈祷作用的 用这种方式来修行 这是在《现观主要论》里面 修行当中非常深奥的一种修法 包括我们修大圆满的时候也是大圆满虚幻修行当中 也是应用这种方式来修行的 因此所谓的《现观主要论》 实际上通过这种方式从资粮到佛地之间一直要修行 在这里大家也要提醒的是 我们的修行不要认为自己好像有一定的境界 有些高僧大德 有些好像稍微有一点名气的时候 就说 我现在不用修了 包括我们今天很多人都得毕业证了 有些说 我现在已经毕业了 再不用修行了 终也已经毕业了 现在有些世间的一些公务员和老师 学校里面毕业 最后考上了 考完了以后再也不学了 好像什么都不学了 认为自己已经获得福果了一样 其实也不行的 我们真正修解脱者是一个开始 我们学院当中也是这样的 包括学会里面都希望你们听了一个法 听了两个法以后已经满足了 你们的自主少欲确实我有时候很羡慕的 听了一点如果你们在饮食上 如果在其他方面你这样自主少欲 那就非常不错的 但是在佛法方面你没有欲望 非常自主 只要听一部论就 我已经听完了 已经可以了 已经可以了 真是可以了吗 非常羡慕 你自主少欲的智慧 不说了 今天我们想 心的意念当中应该大家以自主少欲也好 或者以一种希求菩提的方式来 不住加心和不信加心的方式来修持波罗波罗密度 最后一定会到达清净加心的境界 能修持 这样在这个过程当中肯定需要积极加心 一会儿出顶 一会儿入顶 一会儿产生分别念 一会儿开心 欢喜 吃一点开心果 然后一会儿比较痛苦 吃一些苦瓜等等 不管怎么样 我们生活都是这样的 悲欢 厉害 非常圆满 谢谢 谢谢你们 今天讲到这里 天下的东西 När他 tenth了话 他舍得睡意越来说 我沙听了 胡说 天下的东西 你心想要求你 来预备 你心想要求我 你心想要求你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